如果你的人生充满激情 你是否会放弃一切选择平淡的生活 如果你的人生可以重来 你是否会选择另一种活法 油腻中年男老后是一个三流漫画家 总是为了漫画剧情编幕出来而苦恼 甚至为了堂塞主编言妻交稿 总是找各种借口 作为一家之主 他并没有所谓的丈夫和父亲的尊严 妻子对于这个不赚钱的老公 总是打打骂骂恨铁不成钢 面对女儿就算百般讨好 女儿也总是对待自己的父亲 很失冷淡 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 老号主要工作就是洗衣服做饭 接女儿放学 没事抽空画画漫画 家庭主妇的老号 鼓起勇气看自己连载的漫画评论时 不出意外的 零订阅零好评 全是读者的骂骂 甚至自己开马甲 还被人冷嘲热讽 甚是悲哀 好不容易到了下午 老号买好菜接到了喜欢rap的女儿 可女儿戴着耳机爱搭不理 眼看女儿就要被车撞倒的时候 老号一个箭步救下女儿 伸手快到让人无法相信 可转眼她又低声下气地 跟司机鞠躬道歉 在公园里 老号询为女儿对于自己漫画的看法 一句没劲 让老号备受打击 不过 身负嘻哈精神的女儿 建议父亲不如以自己的故事为蓝本 以自己的过往去画漫画 说不定会有更好的效果 乌漏偏逢连夜雨 女儿刚走 她就因为白天网友的差评 被主编强制要求停止连载 唯一的收入也被切断 老号只好去工地打工 白天受到包工头的欺负 敢怒不敢言 晚上 看着当初比自己还不如的漫画家 赚得盆满钵满 老号更是气不大一处来 醉酒下 老号想起了女儿白天的建议 愤然撕碎所有画稿 开始了重新创作 自己宛若画身漫画主角 在屋子内比划起了拳脚 酒醒后 平常对他没有好脸色的妻子竟然做好了丰盛大餐 还前所未有的夸赞了自己 这让一只窝囊的老号诧异不已 不过 妻子还是说出了诗情 他趁着老号熟睡 把画好的新漫画上传到了网上 没想到 一时激起千层浪 获得了大量好评 可老号却没有任何高兴 被吓得不轻 按说 翻身做主人的老号终于迎来了网友的认可 可为什么如此害怕呢 原来漫画中的那个小小特工故事 正是老号的真实经历 他自幼因车祸失去双亲 因天赋异禀 被特工组织发现带回 并通过一系列的魔鬼训练 成为了组织当家头牌 千面人徒阿俊 自己画的可是真事 放在家里看看倒没什么 可这传到网上就是泄露国家机密啊 无奈 只好恳求主编撤销漫画 却被主编严厉驳驳回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 天降大雨 老号带着伞赶紧去接女儿放学 在校门口看到 自己女儿的同学父亲豪车西服 甚至女儿只能敷衍父亲的职业 现实的打击下 回到家中的老号仍然硬着头皮 继续打理家务 收拾女儿房间时 发现女儿原创的rap歌词 其中充满对金钱的渴望 希望用金钱解决父母之间的不和 解决家庭的问题 此时老号豪然大哭 因为年过四十自己一事无成 甚至让女儿如此为金钱担忧 一不做二不休 反正都是死 他决定继续把漫画画下去 继续创作特工阿俊的第二章 随着画笔 老号也回到了那个争容岁月 时间他二话不说 杀入敌人内部 取头领性命如同探囊取物 不过 还是让这个名为杰森的头领逃了出来 后来此事还是被机构发掘 命令阿俊前往解决掉隐患 可阿俊却假借降落伞失灵 假死跳入大海 满天过海下 让众人都以为阿俊已经殉国 甚至视自己为偶像的第二代王牌特工阿哲 都痛哭不已 靠着这条计谋 老号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人生 遵循自己从小的梦想 15年来兢兢业业 终于成为了如今这个不赚钱的油腻三流漫画家 果然 第二张阿俊杀杰森的内容获取了巨大成功 这让老婆和女儿都觉得倍儿有面子 老号也凭借稿费 终于为女儿买下了心心念念的电子琴 这天 一名大叔到网吧调查谎报的案情 无意间发现了老号画的漫画 这让大叔直接看傻了 原来 大叔就是当年训练阿俊的魔鬼教官 也是他当年发现了年幼的阿俊 一步步把他训练成杀人机器 教官火速回到国庆局 向众人汇报了漫画的事情 正巧 最近局内特工连连被暗杀 副局长跳出来怀疑当年阿俊并没有身亡 甚至和杰森勾结 成为了国家的双面间谍 于是马不停蹄 副局长带领阿哲找到主编 顺藤摸瓜找到了工地搬砖的老号 老号一看来人 自然知道是自己的老同事 断然不会束手就擒的老号 立即实战起来 15年来 柴米油盐没有让他的身手退化 辗转腾诺之间 撂翻众人逃了出去 急忙回到家里收拾行李的老号 还是被特工队堵在了屋里 此时攻入屋内的一人 和老号打得难解难分 此人正是当年自己的小迷地 如今的头牌 特工阿哲 趁着兄弟相认 副局长出其不意放倒了阿俊 带回了国庆局 不明缘由的教官和阿哲不停逼问老号为什么要出卖国家 结识无果之后 老号也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自小只想当漫画家的自己 被教官洗脑要报效国家 你要报效国家 你要像已故的父亲一样成为国家的英雄 不 你不想画漫画 画漫画有什么出息 就是这样 老号从小到大不断做着满手鲜血的黑暗工作 自己只是自私了一回 又有什么过错 或许是被这份真情感动 阿哲破例让老号打电话给妻子报平安 可是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毛骨悚然的声音 原来当初的杰森侥幸活下来之后 知道当初老号奉命抓获并处死了自己的弟弟 所以这次通过漫画和主编挟持了老号的妻子 要求老号带领教官前去赎人 如今家庭大于天的老号没有选择 他趁机挟持了走进审讯室的教官 并打翻众人 带领教官讨了出去 一场公务追逐大戏就此展开 双方你来我往穿梭于繁华街道 利用交叉路口成功甩开追击的车辆 隧道内老号徒手对视五六名武装大汉 还有一个玩棍子的小姐姐 不过头牌还是头牌 上岸也是业务不紧 三下午除二解决掉一干人后 换车逃了出去 谁料杰森小弟追上来 开枪杀掉了被放倒的特工 企图嫁祸老号 让他成为国家的敌人 车上时隔十五年 教官和老号开始的对话 谁让你这么做的 不知道 让我绑架你肯定跟你有仇 放屁 绑架你老婆是跟你有仇才对 那有可能绑架你老婆 我 我没老婆 就在两人争吵时 老号忽然想起来 今天又是漫画第三章上传时间 赶紧打电话给主编确认 没上传吧哥 老弟放心 肯定不能让你担心 早就上传好了 哈哈哈哈 果然 看到了漫画的杰森 终于知道弟弟惨死的真相 暗下决心 一定要弄死老号和教官 这边 副局长也赶到隧道 看到死去的同事和杰森 赶回韩国的消息 认为老号和杰森构结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绑架了老号的女儿 从而要挟老号交回教官 车上 老号终于发现 藏到隐秘角落的教官手机 看到女儿被威胁 老号心机如焚 父辈收敌下几乎暴走 终于 老号赶到了杰森处 妻子看到单身父会的丈夫 一时韩剧女主角上身 亲爱的 别管我 你不要过来 赶紧走啊 走啊 嗯 好的 原来 老号临时决定先回去救女儿 并向杰森保证 自己一定会回来 妻子在房间内嚎啕大哭 老娘真是瞎了眼了 找你这么个废物 咦 这里有酒 咦 打碎了能逃出去 咦 这酒闻着不错呀 不管了 先干的再说 那边 女儿被副局长带到秘密据点 时至今日 谜底阿哲还是不相信 自己的偶像会背叛国家 他趁机发现了女儿藏好的手机 并偷偷带着女儿逃了出去 阿哲带着女儿和老号会合 并用枪逼问老号为什么背叛 女儿毕竟是玩说唱的 一顿兄弟情深 动之以情 直接说服了这个小谜底 此时 教官也得知了 这十几年来 自己这个徒弟生活的艰辛 三人和好如初 并回到起初老号的特工据点 带上了一整袋足以毁灭世界的武器 去找杰森复仇 看到警察上来 老号一拳打翻小谜底 对不住了兄弟 你留下来跟副局长解释吧 车上女儿真请问老号 爸 你漫画里的都是真的吧 是啊女儿 那你肯定很辛苦吧 对了 这个大叔是谁啊 他呀 漫画里那个教官 那个魔鬼教官 对 就你亲我吧 啊 西吧 不过走得太急 还是忘拿了毁灭世界的武器 终于 老号和教官赶到了现场 藏在后座的女儿偷偷用手机 向阿哲现场直播 在杰森的逼问下 终于搞清楚了 当时杀害弟弟的 正是眼前这两人 不由分说 大打出手 旁边的妻子看不下去了 直接化身超级特工 撂翻在场所有人 呃 喝多了 自己歪歪的 杰森失去了耐心 用妻子要挟老号 用当年逼问自己弟弟的方式 让老号杨氏惦击自己的教官 杰森也换上了喷火套装 准备解决二人 关键时候 正义的特种部队及时赶到 双方大战了起来 利用狙击火力压制 副局长成功控制了杰森一伙人 就算老号怎么解释 副局长还是认为老号是杰森同伙 哪怕被所有枪口指着自己 老号还是护住了自己的妻女 甚至 迷迪阿哲为了保护自己 也中枪倒下 不过 杰森小弟早早摸到了狙击点 利用狙击优势 瞬间改变了现场的局面 甚至让副局长跳起了鬼步 最终杰森连开竖枪 老号重枪身亡 本篇玩不了 控制了局面的杰森 嘲笑副局长的愚钝 就连受伤的阿哲和教官也开骂了 怎么会用你这种没脑子的东西吸吧 呸 就在杰森要杀掉妻子女儿之时 特供阿俊回来了 原来阿俊穿了防弹衣逃过一劫 此时双方开始了第三次混战 一系列的威胁下 让妻子女儿终于正视了这位不容易的父亲 在交代教官带走屈女后 老号准备完成自己的最后一次任务 BGM下 老号找回了当年那个特工的自己 手起枪落 男拳北腿 瞬间解决掉众多敌人 另一边 教官也用卡卡西绝技千年杀 干掉了杰森小弟 成功脱衔 终于 老号和杰森最终对决 老号也决心做完当初没有完成酿成大货的这个最终任务 宝刀不老的他 一招老太太跪地 成功反杀杰森 Mission Complete 最终 老号和妻女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 本片终于完了 漫画《卫龙之大话特舞》作为今年新片 是一部合家欢乐出行必备的爆米花电影 不过 直接让人跳戏到姓爷的陶雪卫龙 卫龙二字源自粤语理语 意思为很厉害的家伙 相当于英雄 表示对这个人的能力和威望的肯定 整部电影里细节非常有趣 女儿和妻子的刻画都十分生动 一个叛逆爱嘻哈 一个强势却心软 十分符合当下的家庭代入感 另外 导演还调侃上下级关系 比如有错让下属背锅 下属反咬是上司的命令等等 非提几个缺点就是 打斗有点少 反派也很若基 缺少紧张刺激的感觉 几次反转有些许突兀 另外 再聊聊个人理解的导演私货 其实这个故事当中 最让我感触深的就是前半部分的老后日常生活 一个男人 因为自己的梦想只能自欺欺人的凑合过着 真心去爱护自己的妻子跟女儿 再多苦难 再多委屈 也不曾忘记妻女的好 哪怕年轻时候也是显异怒马的豪勤少年 回归生活后也要低下腰去面对柴米油盐 这无疑是社会中众多中年男人心中的写照 都曾有过梦想 都曾有过辉煌 可面对现实的时候只能咬着牙走下去 虽说困难 但也有美好 因为有爱自己和自己爱的家人 一直陪伴 未经许人员 未经许人员